植物大战僵尸BT版里的魔法玫瑰 一摇一摆的超可 小伟头 你以貌取植物的性格什么时候能改改啊 可老大 它好可爱啊 谁能取决一朵漂亮的玫瑰呢 随你吧 说起来魔法玫瑰属于远程魔法植物 那它的伤害怎么样 老大 魔法玫瑰可以发射远程魔法弹来攻击本条直线上的僵尸 造成魔法元素伤害 有几率发射更大的魔法弹 用僵尸试试它的效果吧 先是普通僵尸 魔法玫瑰的伤害还可以 打普通僵尸还是没问题的 换上路障僵尸 加油啊魔法玫瑰 好险好险 看得出来魔法玫瑰打防具僵尸很吃力 小狗刀 我放铁桶僵尸啊 也不好的一个 可恶 我的魔法玫瑰就这样被吃了 再来个铁扎门僵尸 是魔法玫瑰的胜利 玻璃门僵尸 连它的玻璃门都打不碎 魔法玫瑰打不过也很正常 再看看撑竿跳僵尸 在撑竿跳僵尸起跳前 魔法玫瑰成功拦截 我还以为会被跨过去呢 叫声圈僵尸 魔法玫瑰打它可以说得上是轻松了 希望魔法玫瑰能再加再厉 继续保持 气球僵尸 对付气球僵尸还是容易的 几发魔法弹过去 气球僵尸就啪的掉下来了 出动史莱姆僵尸 因为是魔法伤害 所以魔法玫瑰打史莱姆僵尸 十分顺利 Z科技传送僵尸 力量之中被吃掉了 远程植物还是被突进僵尸克制 这是很多远程植物的弱象 老大 有Z科技射线僵尸吧 嗯 行吧 魔法玫瑰总算没有丢远程植物的脸 成功消灭了Z科技射线僵尸 然后是Z科技悬浮机器人 之前Z科技悬浮机器人猛的一个冲刺 魔法玫瑰就没了 Z科技护断机器人 打Z科技护断机器人 魔法玫瑰还是挺有用的 看看Z科技压制者机器人 这个是真没想到 居然能同归一击 下锅头 大爷二爷已经准备教训 没有意外 大爷二爷拿下了胜利 乌龟起手僵尸 魔法玫瑰这完全就是在刮杀呀 一下一下没伤害 然后被乌龟起手僵尸一叉子送走了 忍者僵尸 途径忍者僵尸也是一刀砍没了魔法玫瑰 橄榄小队僵尸 橄榄小队僵尸们过高的防剧值 让魔法玫瑰的攻击打了就像没打一样 攻击了又没完全攻击 这就是植物多力量大猫 三朵魔法玫瑰就可以带走一个普通骑尸 黑暗骑士僵尸登场 老刀你看 魔法玫瑰因为本身的魔法元素伤害 可是十分克制黑暗骑士僵尸的 的确是这样 这期植物系列就到这里了哟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个关注再走